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望主膨胀 这一种事情 古今中外 都在所不明 而蓬党之害 在历史上常常见到 而在我们现前社会 所谓的帮派 这个借党 隐私 一般人所设的黑学会 都是设于这一类 这一类 他之所以能够诱和人 是以名利 是以全世 古时候的人 从小啊 受过圣贤教育 受过圣贤教育 没有物 都能够以理性 而不至于滥用感情 现代社会的青少年 问题 问题严重 家庭 家庭里面 没有人叫他 没有人叫他 学校也没有人叫他 而社会 而社会上 那就更不必说了 所以这个问题 就非常非常严重 为什么少年犯罪这么多 比例年年增长 这是一种非常可怕恐怖的一种思绪 从这个思绪 从这个思绪 我们才能够理解到 古身先行 为什么那样重视儿童教育 为什么那么样重视 为什么那么样重视 防卫多尽 才知道 这个社会安定 国家长治久安 基础 丁丁在儿童教育 父母 老师 社会大众 也都能给儿童 做一个好榜样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个教育是整体的 不是直播的 中国厌于所谓 活到老 死到老 死不了 这个意思 就是说明 做人 永远在接受教育 不是说 青少年 学校毕业了 这个教育就结束了 不是的 永远在接受 那么现代的社会 教育 教育 说起来很普及 比中国过去旧社会 教育那是要发达的太多太多了 我们在每个地区 我们在每个地区看到学校伶俐 小蛇 中蛇 大蛇 做一种 照理说起来 我们现在社会 要比古代 突飞猛镜 为什么 我们的生活 我们生活的环境 细细思维远不如故人 我们在古书里面多讨 古时候人的生活 我们可以说 生活在诗情画意之中 真善美慧确实有 过的是人的生活 现在我们过的是什么生活 我们现在讲的是 现在过的是机械的生活 每天几点钟起床 几点钟吃饭 几点钟工作 人与人之间的情爱 非常薄 甚至于已经看不见了 今天社会 人与人的结合 厉害 有利 战士结合 没有利了 立刻就分解了 情义没有了 不要说道义了 情义都没有了 这个里面最明显的 夫妻 古时候 没有听说 立婚的 你们做古书 什么时候听说有立婚的 那立婚那是奇耻大如啊 哪有这种事情啊 可是今天的社会 你们看立婚率多高 这是显示什么 人与人之间的情跟爱 没有了 他为什么结合呢 厉害 当大家立业共同的时候 结合了 到立业分歧的时候 马上就分手了 所以 这个帮派 在现在就非常普遍了 我们现在修复 跟社会接触很少 我们的生活圈子很小 外面一些事情 我们知道的不多 偶尔听说 尤其我们很少看报纸 也不看电视 这是不错的 对修学乐讲 心地比较亲近 每一天过的日子 天下太平 问我什么事都没有 这世界很太平 很安静 可是 如果看看报纸 看看电视 世界大乱了 不是太平之事 帮忙派 非常不信 念佛门里面 对我们 哪些跟哪些 是一堂的 一个道场 如果这个道场大了 人多了 里面就分很多 小派系 曾经有人告诉我 他是某一个寺庙 道场里面 我们从表面上看 挺兴旺的 注重 有几百人 香火鼎盛 别人告诉我 这个理念 至少有十个当代 我听了的时候 叹一口气 我相信 因为这种道场 我曾经见过 党派伶俐 现在暂时能够维持 是因为大家有共同利益 如果立业 分配不均 这个党派就决裂了 就产生斗争了 就变成后害了 在佛法里面 这叫破活活生 他们真有胆子 胆量 破活活生 释迦牟尼佛说 古报在阿比地狱 所以这个 迎死 接党之事 在现在 学校里 学生有 社会 几乎 各个行业里 都有 乃至于政治 灵运 也在所不明 现在在宗教里 不止佛教 几乎 每一个宗教都有 社会 如何能够安定 世界 怎么能够和平 从这个现象 我们细心去观察 世间 有些人说 世界末日 我们想想 可不可能 很有可能 这个社会上 也不乏至死人人 我们常常参加 多元文化活动 十多宗教领袖 就在一起聚会的时候 也都很坦白地承认 我这个宗教里 我这个道场里面 人世有不少矛盾存在 去年 我在学历开会 有一位天主教的神父 就很坦白地告诉我 所以他怀疑 我们宗教之中 与宗教之间 如何能够团结 我告诉他 这是一个教育问题 但是教育 是长时间的 不是短时间的 教育 必须有一批人 真正觉悟了 我们要想想 古时候这些大德 释迦牟尼佛 当年在陆叶远 与吴比丘 讲经说法 起家了 孔老师 孔老师 周游列过之后 回到家乡 办学 这些都是大声大声大声 经过多少时间 对学会才产生影响 我们要能体会 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现象 跟佛陆的时代比 跟孔老父子当年比 差距太大太大了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人们虽然没有接受过生前教会 一般心地善良 容易教化 现前社会 我们看今天社会教的是什么 所以过去方东梅先生在世 谈到电视 他就摇头 他说这个东西 会灭亡一个国家 会毁掉一个社会 电视是什么 电视是教育 叫人什么 这我们现在都很清楚 方先生讲 美国将来亡国 第一个因素就是电视 你看小孩 小孩一出生 眼睛就盯着电视 天天跟电视学习 而电视里面所演的 杀到盈望 所以今天 美国的这个青少年 我们常常看到的是 死在枪下 他们统计的数字 每一天 有几十个人 前少年 每一天 有几十人 死在枪下 什么原因呢 学电视里头 无打骗子 美国政府 美国政府到今天 还没有这个警局 这方先生说得好 这个东西是工具 工具 没有罪 完全看 用工具的人 完全看用工具的人 完全看用工具的人 如果走向美国这个路子 台湾的前途 不堪设想 他虽然说话 说了几次 谁听他的 谁重视他的谈话 所以今天 社会的乱象 我们要晓得 他从马里来的 为什么社会上 会有这些 隐私皆大 都是图 眼前的利益 不知道 后果的 厉害 所以今天人 佛法里面常讲的 可理名字 愚痴 那真的是愚痴 我们天来不服气 不相信 不但没有能力辨别正欧 没有能力辨别邪正 没有能力辨别善欧 连厉害 都没有能力辨别 这不是愚痴到极处吗 我们很幸运 得人生 得人生 吻佛法 遇到善知识 真望是非 难 纵然我们不能够辨别 但是善我厉害 我们懂得一点 这才知道 这才知道 去疾必凶 我们三在乱世 乱世 有机会 我们去帮助别人 古人所讲 奸善天下 没有机缘 要懂得 独善其身 所以古人里面 有很多好榜样 隐居在山林里 一生 过着 苦行 羞耻的生活 他也能得到圆满成就 我们要懂得 这个道理 反而是 这个 望住蓬荡 这一类的 都是被 眼前 明文立扬 受蒙蔽 所以修道的人 不仅是修道 古时候读书的人 读甘心过 贫困的生活 这是我们要细心去体会的 人家为什么 他不是没有能力 不是没有智慧 为什么他甘心过 这个清贫的生活 这里头有大道理在 你看看 孔父子 赞叹 颜辉 颜辉是 父子 学生当中 最优秀的 也是 最 贫困的 物质生活 虽然贫困 精神 生活 成为 我们今天 直至到 在物质生活里面 去求 录取 而完全疏忽了 精神生活 这是我们的大病 你们看到 我们带来这个录像带 许哲 这个老修女 一百零一岁 她的物质生活 清平 精神生活 崇佩 今天早晨 我看林军社带来的报纸 林军有一页 这个标题很大 一百零九岁的 一个少 这个少风 这个滑渡船的 一百零九岁 现在还在滑渡船 那个身体绝不比 许哲叉了 还在滑渡船 一生过得清贫生活 这些人 他懂得安贫乐道 每一个宗教 将这个修持 都要舍其 明文立养 舍其 五语六成的享受 基督教 天主教里面赞叹 神品 神性 决定是一无所有 他才是神性 而佛菩萨 也是一无所有 三亿一波 神品 你真正能够放下万元 你才能够过高尚的 精神生活 就像孔老夫子 赞叹延回 一旦是一条眼 这种生活 在别人的时候 是不堪其忧 或者回也不改其乐 延回的生活 非常愉快 非常快乐 落在明里 宇宙人生的真相 他明了 因果报应的 这个四十 他透车 他的前途一片光明 他怎么落 凡夫 担着眼前的明文里 前途一片黑暗 他不知道 所以这个 蓬荡之害 我们要懂得 决定 不做这些事情 不受这些诱惑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的词题